英國前首相也是現任外交大臣 卡麥隆 在大選前兩週 與外籍記者協會座談 為保守黨向海外選民拉票 他強調在危險和動盪的世界 應該要支持強調國防 和安全的保守黨 而卡麥隆對於中國的態度 也轉去強硬 他認為中英關係的惡化 是中國近年來 逐多作為造成的結果 來看公視國際記者 來自倫敦的現場報導 英國大選倒數計時 外交大臣卡麥隆 積極向海外350萬英國選民拉票 親自跟外籍記者面對面座談 大陣仗的歐洲記者把握機會 拷問卡麥隆在任內 舉辦脫歐公投的責任 我只是問一下 多少次在那些八年 你認為我可以找到那些八年 所以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考慮到問題 考慮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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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我們的政策 不僅僅在英國 但全世界 我甚至教了一課 在紐約大學 在外交大臣植物上 卡麥隆面對世界當下兩大威脅 俄羅斯跟中國 態度明顯更加強硬 他宣布英國正在追蹤 為俄羅斯供應 戰爭機器零件的個人與公司 制裁的對象 將擴及中國 土耳其 吉爾吉斯 和以色列 卡麥隆任首相期間 曾經開啟跟中國的黃金時代 但英國政府 已經將中國視為化時代的挑戰 對中策略聚焦於防衛自身安全 與國際結盟和持續交流 卡麥隆直言 中英關係的惡化 是中國近年在香港 新疆 澳洲跟南海等等的作為 所造成的結果 中國侵略性的作為 也延伸到了英國境內 來自中國的駭客攻擊 也正是英國對中政策轉彎的 主要原因 這場記者會再次說明 中國在國際上越加挑釁的行為 在英國外交大臣的認定裡 它不再只是他國的問題 而是英國政府必須要嚴正 對待的國家安全議題 公信國際記者紅雅方 陳希倫在英國倫敦的採訪報導